话说当时住职真人对洪太尉说道,太尉不知,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,嘱咐道,此殿内朕锁着三十六元天刚兴,其十二座地煞星,共是一百丹八个魔君在里面,上了一石碑,凿着笼章奉转天福,朕主在此,若还放他出世,闭脑下方生灵。 如今太尉放他走了,怎生是好,有失为证,千古幽胸一旦开,天刚地煞出全台,自来无事多生事,本为嚷哉却惹灾,社稷从今云绕绕,兵戈到处闹该盖,高求坚定虽看恨,洪信从今酿货泰,当时洪太尉未听罢,浑身冷汗,灼颤不住,急急收拾行李,赢了从人,下山回京。 真人定道,众宋观以罢,自回宫内,修正殿宇,起树石碑,不在话下。 再说,洪太尉在途中吩咐从人,交拔走妖莫一劫,修说与外人之道,恐天子之而见责。 鱼路无画,星夜回至京师,进得便良城,文人所说,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,朴师佛禄,壤酒灾病,瘟疫尽消,君民安泰。 天师辞朝,承贺驾云,自回龙虎山去了弘太尉侧日早朝,见了天子。 奏说,天师承贺驾云,先到京师,臣等一战而来,才得到此仁宗准奏,赏赐红信,赋还就值,亦不在话下。 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,燕家,吾有太子,传位蒲安亦王允让之子,太宗皇帝的孙,李迪好约英宗,在位四年传位于太子神宗,神宗在位一十八年,传位于太子哲宗。 那时天下进阶太平,四方五世,且说东京开封府便良宣武军。 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,姓高,排行第二,自小不成家业,只好刺枪使棒,最是踢得好脚气坦。 京师人口顺,不叫高二,却都叫他做高球,后来发迹,便将气球那子去了毛棒。 天作丽人,便改作兴高,明求。 这人吹弹歌舞,四强使棒,像蒲玩耍,一壶乱学诗,书,思,父,若论人,义,理,知,信,行,中,良,却是不会。 只在东京城里城外邦贤,银帮一个生铁王原外儿子使钱,每日三晚两社,风花雪月。 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,赋银把高球断了二十级账,蝶配出击发放,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舍。 高球无尽奈何,指得来怀惜林淮州,投奔一个开赌方的贤汉,柳大郎,名唤柳士权。 他平生专号西个养闲人,招那四方前格闹汉子。 高球投托的柳大郎家,一住三年,后来折宗天子,阴拜南交,感得风调欲顺,放宽恩大社天下。 那高球在林淮州,因得了摄幼罪犯,思量要回东京,这柳士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。 写了一封书闸,收拾些人事盘缠,激发高球回东京,投奔董将士家过火。 当时高球辞了柳大郎,背上包裹,离了林淮州,以礼回到东京,竟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。 下了这封信,董将士一意见高球,看了柳士权来输,自肚里寻思道,这高球我家如何安着的他。 若是个志诚老师的人,可以容他在家出入,也教孩儿们学习好,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,没信行的人。 一切当初有过饭来,被断配的人,酒性必不肯改,若留住在家中,倒惹的孩儿们不学好了,待不收留他,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当时指得全且欢天喜地。 香留在家素谢,每日就是管带。 住了十数日,董将士思量出一个路数,将出一套衣服,写了一封书简。 对高球说道,小人家下萤火之光,照人不亮,拱后误了足下,我转见足下于小苏学士处,酒后也得个出身。 足下一内如何,高球大喜,谢了董将士。 董将士使个人将注书简,引领高球进到学士府内,门力转报小苏学士,除了见了高球,看了来输,直到高球原是帮闲扶浪的人。 心想想到,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,不如做个人情,见他去驸马王晋青府里,做个亲随。 人都换他做小王都太尉,他便喜欢这样的人,当时回了董将士书闸,刘高球在府里住了一夜。 此日写了一封书城,使个前人,送高球去那小王都太尉处。 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,沈宗皇帝的驸马,他喜爱风流人物,正用这样的人。 一见小苏学士,拆人持书,送着高球来,待见了,便喜。 随即写回书,收留高球在府内做个亲随,自此高球遭记,在王都尉府中出入,如同家人一般。 自古道,日远日书,日亲日近乎一日,小王都太尉为庆诞生辰,吩咐府府中安排炎炎,专请小救端王。 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,折宗皇帝御帝,县长东驾,排好九大王,是个聪明俊俏人物。 这扶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,无一般不晓,无一般不会,更无一般不爱。 极如琴,其,书,话,无所不通,踢弹打弹,品竹调丝,垂弹歌舞,自不必说。 当日王都尉府中准备炎炎,水鹿俱备,单剑,香焚宝顶,花叉金瓶,闲音院静奏心声,教方司品尘妙饮,水晶湖内,尽都是子府穷江。 琥珀碑中,满饭柱摇池玉叶,带帽盘堆仙桃一果,玻璃万公雄长驼蹄,零零快捷银丝,细细茶碰玉蕊,红裙舞女,近随着像板鸾消。 翠秀割鸡,促捧定龙升凤管,两行朱翠丽劫前,一派申歌临坐上,解说这端王来王都尉府中赴宴,都尉设席,请端王居中坐定,都尉对席相陪。 酒精数杯,石宫两套,那端王起身净手,偶来书院里少些,蒙见书岸上一顿杨枝玉碾成的镇纸狮子,即是做得好,细巧玲珑,端王拿起狮子,不落手看了一回道,好, 王都尉见端王心爱,便说道,再有一个御龙笔架,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,却不在手头。 明日取来,一并相送端王大喜道,申谢后裔,想拿笔架,必是更妙王都尉道,明日取出来,送至宫中便见端王又谢了。 两个依旧入席,银验至木,尽醉方赛,端王相别回宫去了。 此日,小王都太尉取出御龙笔架,和两个镇纸御狮子,住一个小金盒子城了,用黄罗包袱包了,写了一封书称,却使高丘送去。 高丘领了王都尉君旨,将住两班御丸妾,怀中揣住书称,竟投端王宫中来。 把门官吏转报于院工,没多时,院工出来问,你是那个府里来的人,高求施礼罢,答道,小人是王府马府中。 特送御丸起来进大王院工道,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球,一次过去高求道,相反引进院工引到庭前,高求看时,见端王头戴染纱糖巾,身穿紫绣龙袍,腰记文武双醉套,把绣龙袍钱筋拽幅砸起,揣在套儿边。 足穿一双欠金线飞凤靴,三五个小黄门箱伴着促气球,高求不敢过去冲撞,立在丛人背后伺候,也是高求和当伐计,时运到来,那个气球疼了起来,端王接个不住,向人从里直滚到高求身边。 那高求见气球来,也是一时的胆量,使个鸳鸯拐,踢海端王,端王见了大喜,便问道,你是圣人,高求向前跪下道,小的是王都未亲随,受东人使令,接送两班玉丸起来,进献大王。 有书成在此拜上端王听罢,笑道,几乎只如此挂心高求取出书,成尽上,端王开盒子看了玩气,都地语堂后关收了去。 那端王且不理于玩气下落,却先问高求道,你原来会踢气球,你换坐肾吗? 高求插手贵妇道,小的叫做高求,胡乱踢得几脚端王道,好,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高求败道,小的是何等样人,敢与安王下脚,端王道,这是奇云社,名为天下园,但踢和尚高求在败道,怎敢,三回五次告辞,端王定要他踢,高求指得扣头谢罪,解析下场,才踢几脚,端王喝彩,高求指得把平生本事都使用。 凤证端王,那身份模样,这气球疑似标交站在身上的,端王大喜,哪里肯放高求回府去,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,次日排个言会,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,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求回来,正一丝间,只见次日门子报道,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,请太尉到宫中赴宴王都尉出来,见了那前人,看了令旨,随即上马,来到九大王府前,下马入宫, 来见了端王,端王大喜,称谢两班欲玩气,入席饮宴间,端王说道,这高求踢的两脚好气球,故意锁此人做亲随如何,王都尉打道,殿下既用此人,就留在宫中服侍殿下端王欢喜,直悲相谢,二人又闲话一回,至晚席散,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,不在话下,写说端王自从锁的高求作伴之后,就留在宫中速食, 高求自私遭及端王,每日跟随,寸步不离,未及两个月,折宗皇帝宴家,吾有太子,文武百官商议,策立端王为天子,立地号约徽宗,便是玉清教主,微妙道君皇帝,等级之后,一向武士,呼一日,于高求道,朕欲要抬举你,但有边宫,方可升迁, 先叫书密愿与你入名,只是坐随驾千转的人,后来没半年之间,只抬举高求做到殿帅府太尉之事,正是,不拘贵贵启云社,一位魔棱天下员,抬举高求求其力,全凭手脚会当权,且说高求都做了殿帅府太尉,玄俭即日良辰,去殿帅府里道任,所有宫和鼠公立牙将,独军兼军,马步人等,近来参拜,各成首本, 开报花名,高殿帅一一点光,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,半月之前,已有病状在关,患病未权,不曾入衙的管事,高殿帅大怒,贺道,胡说,既有首本成来,却不是那丝抗拒官府,堂则下官,此人极细推并在家,快与我拿来随即颤人的王进家来,捉拿王进,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,只有一个老母,年以六旬之上, 陪头与教头王进说道,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,颠拟不住,君正司禀说染患在家,见有病患状在关,高殿帅焦躁,哪里肯信,定要拿你,指导是教头大病在家,教头指的去走一遭,若还不去,定连累众小人了,王进听罢,指的挨着病来,进的殿帅府前,参见太尉,摆了四百,弓身唱个诺,起来列在一边,高求道, 你那丝便是都军教头王生的儿子,王进禀道,小人便是高求贺道,这丝,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,你省得甚么武艺,前官眉眼,参你做个教头,如何敢小去我,不服俺点事,你拖谁的事,要推并在家,安闲快乐,王进告道,小人怎敢,其实患病未权,高太尉骂道,贼配君,你即害病,如何来的,王进又告道, 太尉呼唤,安敢不来,高殿帅大怒,和令左右,拿下,家里与我打着似,众多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,只得与军政司同报道,今日太尉上任,好日头,全免此人这一次高太尉喝道,你这贼配君,且看众将之面,饶恕你今日,明日却和你理会王进谢罪罢,起来抬头看了,认的是高求, 出的衙门,叹口气道,俺的性命,金翻难保了,俺倒是什么高殿帅,却原来正是东京帮贤的原设高二,比先时曾学使棒,被我父亲一棒打翻,三四个月将息不起,由此之仇,他今日发迹,给做殿帅副太尉,正代要报仇,我不想正属他管,自国道,不怕官,只怕管, 俺如何与他争得,怎生奈何是好,回到家中,闷闷不已,对娘说之此事,母子二人,抱头而哭,娘道,我儿,三十六柱,走为上柱,只恐没处走王进道,母亲说的是,儿子寻死,也是这般计较,只有延安府老总经略相公镇守边庭,他手下军官,多有层道京师的,哎,儿子使枪棒,何不逃去投奔他们,那里是用人去处, 足可安身立命正事,用人之人,人使为用,是即自用,人为人送,笔触得闲,此间失重,若趋若隐,可惜可痛,当下娘两个伤意定了,其母又道,沃尔,和你要死走,只恐门前两个排军,是殿帅府拨来服侍你的,他若得知,须走不脱王进道,不妨,母亲放心,儿子自有道理挫着他当下日晚未婚,王进先叫张牌入来, 吩咐道,你先吃了些晚饭,我使你一处去干事张牌道,叫头使小人那里去,王进道,我因前日病患,许下三早门外月庙里相愿,明日早要去烧煮头香,你可今晚先去吩咐庙主,教他来日早些开庙门,等我来烧煮头香,就要三圣,献流力王,你就庙里歇了等我张牌答应, 先吃了晚饭,叫了安置,往庙中去了,当夜子母二人,收拾了行李,衣服,细软,银两,坐一单打鞋了,又装两个料袋斧铺,拴在马上的,等到五更,天色未明,王进交起礼牌,吩咐道,你与我将这些银两,去月庙里,和张牌买个三生煮熟,在那里等候,王买些纸竹,随后便来礼牌,将银子往庙中去了, 王进自去背了马,牵出后槽,将廖大夫拖搭上,把锁子拴腹牢了,牵在后门外,扶娘上了马,家中粗重都气了,锁上前后门,挑了单,跟在马后,趁五更天色未明,城市出了西华门,取路望野安抚来,且说两个牌军,买了服务煮熟,在庙等到四牌,也不见来,李牌新娇走回到家中巡师,见锁了门,两头无路, 寻了半日,并无有人,看看戴婉,月庙里张牌一记,一直奔回家来,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,看看黑了,两个见他当夜不归,又不见他老娘, 次日,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之家访问,义无寻触,两个恐怕连累,只得去殿帅府守高,王教头弃家在逃,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见告,大怒道,贼配军在逃, 坎顿斯带走那里去随即押下文书,行开株株各府,捉拿陶军王进,二人守高,免其罪责,不在话下,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,自离了东京,免不得积餐可饮,夜住小行,在路上一月有余, 会一日,天色将晚,王进挑着单儿,跟在娘的马后,口里与母亲说道,天可怜见,惭愧了,我子母两个,拖了这天薄地网遮,此去延安府不远了,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,也拿不住了子母两个欢喜,在路上不觉错过了速投,走了这一晚,不遇着一处村方,那里去投诉是好,正没理会处,只见远远的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,王进看了道, 好了,折磨去那里陪个小心,借宿一消,明日早行,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石,却是一所大庄院,一周遭都是土墙,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,看待庄院,弹剑,前通关道,后靠西缸,一周遭轻缕如烟,四下里绿阴似然,转五角牛羊满地,打麦场恶压成群,田园广野,服用庄客有千人,家眷全郎,女史儿童男技术, 正是家有鱼粮鸡泉宝,户多书籍子孙贤,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,敲门多时,只见一个庄客出来,王进放下丹儿,与他失礼,庄客道,来眼庄上有绅士,王进答道,实不相瞒,小人母子二人,弹行了些路程,错过了宿殿,来到这里,前部扒村,后部扒店,芋头贵庄,借宿一消,明日早行, 一粒败那房金,万望周全方便庄客道,既是如此,且等一等,带我去问庄主太公,啃食,胆息不妨王进又道,大哥方便庄客人去夺食,除了说道,庄主太公教你两个人来,王进请娘下了马,王进挑着丹儿,就签了马,随庄客道里面打麦场上,卸下丹儿,把马拴在柳树上,母子二人,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, 那太公年近六巡之上,须发洁白,头戴遮尘短帽,身穿直缝宽衫,腰迹早丝偷,足穿熟皮靴,王进见了便拜,太公连忙道,客人休拜,你们是行路的人,辛苦风霜,且坐一坐王进母子两个蓄礼坝,都坐定,太公问道,你们是那里来的,如何婚婉到此,王进答道,小人姓张,原是京师人, 今来销舍了本钱,无可应用,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,不想今日路上贪行了些成途,错过了宿店,芋头贵庄,假素一笑,来日早行,房金一粒拜那太公道,不妨,如今是上人那个顶住房屋走力,你母子二位,敢为打火,叫庄客安排饭来,没多时就听上放开条桌子,庄客拖出一桶盘,饲养菜书,一盘牛肉,扑放桌上,先烫酒来筛下,太公道, 村落中无慎相待,修得见怪王进起身泄道,小人母子无故相扰,此恩难报太公道,修这般说,且请吃酒一面劝了武器杯酒,搬出饭来,二人吃了,收收碗碟,太公起身,引王进子母到客房里安县, 王进告道,小人母亲骑的头口,香烦寄养,草料忘起应付,一并拜丑太公道,这个不妨,我家也有头口罗马,教庄客牵出后槽,一发喂养王进谢了,挑那单,到客房里来,庄客点上灯火,一面提汤来洗了脚,太公自回里面去了, 王进子母二人卸了庄客,眼上房门,收拾歇息,此日,睡到天小,不见起来,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,听着王进子母在房里生患,太公问道,客官,天小豪起了王进厅的,慌忙出房来,见太公失礼, 说道,小人岂多时了,也来多多搅扰,甚是不当太公问道,谁人如此生患,王进道,时不想瞒太公说,老母安马劳卷,昨夜心通并发太公道,既然如此,客人休要烦恼,叫你老母且在老服装上住几日,我有个一心疼的方, 叫庄客去县礼错药来,与你老母亲吃,叫他放心,慢慢地将膝王进谢了,花修旭凡,自此王进子母二人在太公庄上服药, 住了五几日,觉得母亲病患全了,王进收拾药行,当日因来后曹看马,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拖不住,刺着一身青龙, 银盘也似一个面皮,约有十八九岁,哪条棒在那里使,王进看了半赏,不觉失口道,这棒也使得好了, 只是有破绽,赢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听的大怒,贺道,你是什么人,赶来笑话我的本事, 赶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傅,我不信道不如你,你敢和我查一查吗, 说又为了,太公道来,何那后生,不得无礼那后生道, 颇奈这丝笑话我的棒法太公道,个人莫不会使枪棒, 王进道颇小的谢,敢问掌上,这后生是宅上何人, 太公道,是老汉的儿子,王进道,既然是宅内小官人, 若爱学识,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,太公道, 闷地识,十分好便将那后生来拜师傅,那后生那里肯拜, 心中愿怒道,啊爹,休听这丝胡说,若吃他赢得我这条棒识, 我便拜他为师王进道,小官人若是不当村识, 较量一棒耍子,那后生就空地当中,把一条棒使得风车而四转, 向王进道,你来,你来,怕的不算好汉,王进只是笑,不肯动手, 太公道,客观即是肯叫小玩石,十一棒猴防王进消道, 恐怕冲撞了令狼石,须不好看太公道, 这个不妨,若是打着了手脚,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, 树无理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,来到空地上,使个旗鼓, 那后生看了一看,拿条棒滚江入来,静奔王进, 王进拖着拖了棒便走,那后生轮柱棒又赶入来, 王进回身,把棒往空地里必将下来,那后生剑棒劈来, 涌棒来阁,王进却不打下来,将棒一撤, 却望后生怀里直说将来,直一脚,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, 扑地往后倒了,王进连忙撇了棒,向前扶住道, 修怪,修怪那后生爬江起来,便去旁边多条凳子, 那王进坐便拜道,我往自经了许多施家, 原来不知半分,师父,莫奈何, 只得请教王进道,我母子二人,连日再次搅扰宅上, 无闻可报,当以效力太公大喜, 将那后生穿了衣裳,一同来后堂坐下, 叫庄客杀一个羊,安排了酒食, 果品之类,就请王进的母亲一同复习, 四个人坐定,一面把斩,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, 说道,师父如此高强,必是个教头, 小儿有眼不识泰山王进笑道, 肩不思气,俏不思瞒,小人不姓张, 暗示东京八十万进军教头王进的便是, 这枪棒终日薄怒,未因新任一个高太尉, 原被先父打翻,金座巅率辅太尉, 怀邪就愁,又奈何王进, 小人不和属他所管,和他争不得, 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, 去偷偷老种精烈相供处够的, 不想来到这里, 得欲掌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, 又蒙救了老母病患, 连日管顾,甚是不当, 既然令郎肯学识, 小人一力奉教, 只是令郎学的都是花棒, 只好看,上阵无用, 小人重新点拨他太公剑说了, 便道, 误儿,可知书了, 快来再拜师父那后生又拜了王进, 正是好为师换腹虚名, 心服应难以力争, 只有胸中真本事, 能令顽劣拜先生, 太公道, 教徒在上, 老汉祖居在这华银县街, 前面便是守华山, 这村便换作史家村, 村中总有三四百家都姓史, 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, 只爱刺枪使帮, 母亲说他不得, 偶气死了, 老汉只得随他姓子, 不知使了多少钱财, 头师父教他, 又请高手将人与他赐了这身花绣, 剑壁胸膛总有九条龙, 满县人口顺, 都叫他做九文龙使径, 教头今日接到这里, 一发成全了他一号, 老汉子当重重仇谢, 王进大喜道, 太公放心, 既然如此说时, 小人一发交了令郎方去自当日为时, 时吃了酒食, 留住王教头母子二人在庄上, 使径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, 一一从头指教, 那十八般武艺, 毛锤弓鲁冲, 边捡剑链抓, 俯成并割己, 排棒与枪松, 话说这使尽每日在庄上管带王教头母子二人, 指教武艺, 使太公自去华音县中承当理政, 不在话下, 不觉人让光阴, 早过半年之上, 正是, 床外日光弹指过, 席间花影坐潜移, 一杯未尽声歌颂, 接下陈牌又报使, 前后得半年之上, 使尽打着十八般武艺, 重新学得十分精熟, 多得王晋尽心指教, 点拨得渐渐都有奥妙, 王晋见他学得精熟了, 自私, 在此虽好, 只是不乐一日想起来, 想辞要上延安府去, 使尽那里肯放, 说道, 师父只在此间过了, 小弟奉养你母子二人, 一中天年, 多少是好, 王晋道, 贤弟, 多蒙你好心, 在此十分之好, 只恐高太尉追捕到来, 父累了你, 不到闻辩, 一辞两难, 我一心要去延安府, 投着在老种精略处勾当, 那里是镇守边庭, 用人之计, 足可安身立命, 使尽病态功苦留不住, 只得安排一个延席送行, 拖出一盘两个段子, 一百两花银谢氏, 次日, 王晋收拾了单, 背了马, 子母二人, 相辞史太公, 王晋请娘乘了马, 望延安府路途进发, 使尽叫庄客挑了单, 轻送十里之城, 心中难舍, 使尽当时败别了师父, 撒了一分手, 和庄客自毁, 王教头一旧自挑了单, 跟住马, 和娘两个, 自取关系陆里去了, 话中不说王晋去投军艺, 只说使尽回到庄上, 每日只是打熬气力, 一切壮年又没老小, 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, 白日离只在庄后设公走马, 不到半载之间, 使尽父亲太公, 染病患症, 数日不起, 使尽使人远近请医师看之, 不能全可, 乌乎挨哉, 太公魔了, 使尽一面被关过成练, 请僧修设好事, 追斋礼期, 现拔太公, 又请道士建立斋轿, 超度升天, 整座了十数台好事工果道场, 选了吉日粮食, 储丧安葬, 满村中三四百史家庄户, 都来送丧挂销, 埋病在村西山上祖坟内了, 使尽家自此无人管业, 使尽又不肯误弄, 只要寻人使家生, 较量枪棒, 自使太公死后, 又早过了三四个月日, 时当六月中旬, 炎天正热, 那一日, 使尽无可消遣, 桌个脚床, 坐在打卖场边柳银树下乘凉, 对面松林透过风来, 使尽贺踩道, 好凉风, 正成良力, 只见一个人探头探脑, 在那里张望, 使尽贺道, 作怪, 谁在那里张暗庄上, 使尽跳起身来, 转过树背后, 打一看时, 认的是猎户标兔李吉, 使尽贺道, 李吉, 张我庄内坐肾吗, 莫不来像脚头, 李吉向前声诺道, 大郎, 小人要寻装上矮球乙狼吃完酒, 因见大郎再次乘凉, 不敢过来冲撞使尽道, 我且问你, 往常时, 你只是担心野味, 来我装上卖, 我又不曾亏了你, 如何一向不将来卖于我, 敢是欺负我没钱, 李吉答道, 小人怎敢, 一向没有野味, 以此不敢来使尽道, 胡说, 偌大一个绍华山, 嫩得广阔, 不幸没有个张儿妥, 李吉道, 大郎原来不知, 如今近日上面添了一伙强人, 炸下一个山寨, 在上面聚集着五七百个小喽啰, 有百十匹豪马, 围头那个大王, 换作神机军师诸武, 第二个换作吊剑火尘打, 第三个换作白花蛇阳春, 这三个围头, 打家结舍, 华阴县礼尽他不得, 出三千罐赏钱赵人拿他, 谁敢上去惹他, 因此上小人们不敢上山打不野味, 那讨来卖, 使尽道, 我也听着说有强人, 不想那斯门如此大怒, 必然要恼人, 李吉, 你今后有野味食, 寻些来李吉唱个诺, 自去了, 使尽归道厅前, 寻死, 这斯门大怒, 必要来耗脑村坊, 既然如此, 便叫庄客捡两头肥水牛来杀了, 庄内自有造下的好酒, 先烧了一抹顺溜质, 便叫庄客去请这当村里三四百史家庄户, 都到家中草堂上叙齿坐下, 乔庄客一面把斩劝酒, 使尽对众人说道, 我听的少华山上有三个强人, 聚集着武器摆小楼落, 打架劫射, 这斯门既然大怒, 必然早晚要来暗村中落造, 我今特请你众人来商议, 倘若那斯门来时, 各家准备, 我装上打解帮子, 你众人可各执枪棒, 前来就应, 你各家有事, 亦是如此, 抵乡救护, 共保村方, 如若强人自来, 都是我来理会众人道, 我等村农, 只靠大郎做主, 帮子想识, 谁敢不来, 当晚众人谢酒, 各自分散, 回家准备器械, 自此使尽修整门户强员, 安排庄院, 设立几处帮子, 拴束衣甲, 整顿刀马, 提防罪寇, 不在话下, 且说绍华山寨中三个头领, 坐定商议, 围头的神机均失助武, 来人员是定远人士, 能使两口双刀, 随无十分本事, 却精通阵法, 光有谋略, 有八句诗单到诸武好处, 道福财宗役, 云冠简陆皮, 脸红双眼去, 面白细然垂, 阵法方诸葛, 阴谋胜犯理, 华山谁第一, 诸武好神机, 第二个好汉姓陈, 明达, 原是夜城人士, 是一条出白点钢枪, 义有识赞道, 历剑升雄性粗鲁, 战儿长枪洒如雨, 夜中好几把滑音, 陈达人称跳剑虎, 第三个好汉姓杨, 明春, 蒲州谢良县人士, 是一口大杆刀, 义有识赞道, 腰掌必受力堪夸, 道出刀锋乱洒话, 鼎立华山真好汉, 江湖鸣波白花蛇, 当日诸武去与陈达, 杨春说道, 如今我听之华阴县里出三千贯赏钱, 赵人捉我们, 成孔来时, 要与他厮杀, 只是山寨钱粮欠少, 如何不去杰鲁县来, 一供山寨之用, 聚集些粮食在寨里, 防备官军来时, 好和他打熬跳剑虎陈达道, 说的是, 如今便去华阴县里, 先问他借粮, 看他如何白花蛇杨春道, 不要华阴县去, 只去蒲城县万无一时陈达道, 蒲城县人户稀少, 钱粮不多, 不如只打花阴县, 那里人民丰富, 钱粮广有杨春道, 哥哥不知, 若去打花阴县时, 须从史家村过, 那个九文龙史进是个大虫, 不可去撩拨他, 他如何肯放我们过去, 陈达道, 兄弟好懦弱, 一个村方过去不得, 怎得敢底敌官军, 杨春道, 哥哥不可小觑了他, 那人端得了得诸武道, 我也曾闻他十分英雄, 说着人真有本事, 兄弟修去罢, 陈达叫江起来, 说道, 你两个闭了鸟嘴, 长别人志气, 灭自己威风, 他只是一个人, 徐步三头六臂, 我不信喝叫小喽啰, 快杯我的马来, 如今便去先达史家庄, 后去华音县诸武阳春再三见劝, 陈达那里肯听, 随即披挂上马, 点了一百四五十小喽啰, 名罗雷鼓下山, 往史家村去了, 写说史金正在庄前整治倒马, 只见庄客保持此事, 史金听的就庄上瞧起帮子来, 那庄前庄后, 庄东庄西, 三四百史家庄户, 听的帮子响, 都拖枪拽棒, 聚起三四百人, 一起都到史家庄上, 看了史金头戴一字巾, 身披朱红甲, 上穿清紧老, 下着魔力靴, 腰记皮搭脖, 前, 后铁眼心, 一张弓, 一壶剑, 手里拿一把三剑两刃, 四翘八环刀, 庄客牵过那匹火炭赤马, 史金上了马, 抄了刀, 前面摆着三四十撞剑的庄客, 后面列着八九十村村的乡夫, 各十家庄户都跟在后头, 一起耐喊, 直到村北路口, 那少华山陈达引了人马, 飞奔到山坡下, 便将小喽啰摆开, 史金看时, 见陈达头戴干红凹面巾, 身披过金生铁甲, 上穿一领红奈奥, 脚穿一对吊蹲靴, 腰记七十攒线达伯, 坐骑一匹高头白马, 手中横住杖八点钢毛, 小喽啰两时下那海, 二人将就马上相见, 陈达在马上看住史金, 欠身失礼, 史金喝道, 如等杀人放火, 打架结舍, 犯众弥天大罪, 都是该死的人, 你也须有耳朵, 好大胆, 直来太罪头上冻堵, 陈达在马上达道, 暗山寨里欠少些粮食, 欲往华阴县借粮, 经由贵庄, 下一条路, 并不敢动一根草, 可放我们过去, 回来自当败谢史金道, 胡说, 俺家现当李正, 正要来拿你这货贼, 今日到来经由我村中国, 却不拿你, 刀放你过去, 本县之道, 徐连累于我, 陈达道, 四海之内, 皆兄弟眼, 相反借一条路, 史金道, 什么闲话, 我便啃时, 有一个不啃, 你问的他肯便去陈达道, 好汉, 叫我问谁, 史金道, 你问的我手里这口刀啃, 便放你去陈达大怒道, 赶人不要赶上, 修得要逞精神, 史金也怒, 伦手中刀, 著作下马, 来战陈达, 陈达也排马挺枪, 来迎使劲, 两个骄马, 散剑, 一来一往, 一上一下, 一来一往, 有如深水戏竹笼, 一上一下, 却似半言正式虎, 九闻龙愤怒, 三尖刀指望顶门飞, 跳剑虎声称, 杖八毛不离心砍刺, 好手中间逞好手, 红心里面都红心, 史金陈达两个斗了多时, 史金迈个破绽, 让陈达把枪往心窝里说来, 史金却把腰一闪, 陈达和枪跌入怀里来, 史金轻疏远臂, 款有狼腰, 只一邪, 把陈达轻轻摘离了欠华安, 款款揪住了县大伯, 只一丢, 丢落地, 那匹战马伯锋也四去了, 史金叫庄客将陈达绑复了, 众人把小楼落一杆都走了, 史金回到庄上, 将陈达绑在亭心内柱上, 等待一发拿了那两个贼手, 一兵解观情商, 且把酒来赏了众人, 叫起泉散, 众人喝彩, 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杰, 休说众人欢喜饮酒, 却说诸武阳春两个, 正在寨里猜疑, 捉摸不定, 且叫小楼落再去打听消息, 只见同去的人牵着空马, 奔到山前, 直叫道, 苦也, 陈家哥哥不听二位哥哥所说, 送了性命诸武问其缘故, 小楼落被说交锋意见, 怎当使尽英雄, 诸武道, 我的言语不听, 国有此祸杨春道, 我们尽数都去, 与他死判如何, 诸武道, 一事不可, 他上自书了, 你如何判得他过, 我有一条苦忌, 若救他不得, 我和你都修杨春问道, 如何苦忌, 诸武富尔迪言说道, 迟出嫩地, 杨春道, 好忌, 我和你便去, 是不宜迟再说使尽正在中上愤怒未消, 只见中客非报道, 山寨里诸武阳春自来了使尽道, 这次和修, 我教他两个一发解冠, 快迁马过来一面打起帮子, 众人早都到来, 使尽上了马, 正带出庄门, 只见诸武阳春不醒, 一道庄前, 两个双双跪下, 情住两眼泪, 使尽下马来喝道, 那两个跪下如何说, 诸武哭道, 小人等三个, 累为官司逼迫, 不得以上山落草, 当初发怨道, 不求同日生, 只愿同日死, 虽不及官张刘备的义气, 其心则同, 今日小弟陈达不听好言, 勿犯虎威, 已被英雄擒坐在贵庄, 无忌恳求, 今来一静就死, 望英雄将我三人, 以发解官情赏, 事不皱眉, 我等就英雄手内情死, 并无怨心使尽听了, 寻思道, 他们只能义气, 我若拿他去解官情赏时, 反叫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, 自古道, 大虫不食福肉, 使尽便道, 你两个且跟我进来, 诸武阳春并无拒切, 随了使尽, 直到后厅前跪下, 又叫使尽绑腹, 使尽三回五次叫起来, 他两个那里啃起来, 兴兴兴兴兴, 好汉是好汉, 使尽道, 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深重, 我若送了你们, 不是好汉, 我放陈达还你如何, 诸武道, 修得连累了英雄, 不当稳便, 宁可把我们去解官情赏使尽道, 如何使得, 你肯吃我酒食吗, 诸武道, 意思尚然不惧, 何况酒肉乎, 有失为证, 姓名各意思生同, 慷慨偏多计较空, 只为一贯无一侠, 随令草则见起雄, 当时使尽大喜, 解放陈达, 酒后听上座, 至酒涉习, 管带三人, 诸武, 阳春, 陈达拜谢大恩, 酒至数杯, 少添春色, 酒吧, 三人谢了使尽, 回山去了, 使尽送出庄门, 自回庄上, 却说诸武等三人归到寨中坐下, 诸武道, 我们不是这条苦忌, 怎的性命在此, 虽然救了一人, 却也难得使尽为义气上放了我们, 过几日被些礼物送去, 谢他救命之恩化修续凡, 过了时数日, 诸武等三人收拾的三十两蒜条金, 使两个小楼啰, 承越黑夜送去史家庄上, 当夜出庚时分, 小楼啰敲门, 庄客报纸使尽, 使尽火急披衣, 来到庄前, 问小楼啰, 有甚话说, 小楼啰道, 三个头领再三拜附, 特地使小孝尽些薄力, 仇谢大郎不杀之恩, 我要推却, 望其孝刘取出金子, 避雨使尽, 初时推却, 此后寻思道, 既然好意送来, 手之为当教庄客制酒, 管带小孝吃了半夜酒, 把些零碎银两, 赏了小孝, 回山去了, 又过半月有余, 助等三人在这种商议掳掠的一串好大珠子, 又使小楼啰连夜送来史家庄上, 时间瘦了, 不在话下, 又过了半月, 使尽寻思道, 也难得这三个敬重我, 我也被些礼物回奉他, 次日, 叫庄客寻个裁缝, 自去县里买了三匹红锦, 采成三领金袄子, 又捡肥羊, 煮了三个, 将大盒子盛了, 为两个庄客去送, 使尽庄上, 有个围头的庄客王寺, 此人颇能答应官府, 口舌利便, 蛮庄人都叫他做赛博当使尽, 教他同一个得力庄客, 挑了河单, 直送到山下, 小楼啰问了贝戏, 引到山寨里, 见了诸五等三个头领, 大喜, 受了紧拗子, 并肥羊九里, 把十两银子赏了庄客, 每人吃了十数碗酒, 下山回归庄内, 见了使尽, 说道, 山上头领, 多多上副使尽自此常常与诸五等三人往来, 不时间, 只是王四去山寨里送物事, 不择一日, 寨历头领也频频的使人送金银来于时尽, 人染光阴, 十月八月中秋到来, 使尽要和三人说话, 约至十五夜, 来庄上赏月银酒, 先使庄客王四, 积一封请书, 直去绍华山上, 请诸五, 陈打, 杨春来庄上复习, 王四持书境到山寨里, 见了三位头领, 下了来书, 诸五看了大喜, 三个应允随机写封回书, 赏了王四五两银子, 吃了十来碗酒, 王四下的山来, 正撞着时尚送物事来的小楼落, 一把抱住, 那里肯放, 又拖去山路边村酒店里, 吃了十数碗酒, 王四相别了回庄, 一面走着, 被山风一吹, 酒雀涌上来, 亮亮腔腔, 一步一跌, 走不到十里之路, 见坐林子, 奔到里面, 望着那绿绒绒沙草地上扑得倒了, 原来标兔李吉, 正在那山坡下张兔儿, 认得是史家庄上王四, 赶入林子里来扶他, 那里扶得动, 只见王四大脖里托出银子来, 李吉寻思道, 这思醉了, 那里讨的许多, 何不拿他些, 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, 自然生出机会来, 李吉捡那大脖, 望地下指一抖, 那峰回书和银子都抖出来, 李吉拿起, 婆识几字, 将书拆开看时, 见上面写着少华山珠舞, 陈打, 杨春中间多有尖文带武的言语, 却不识得, 只认得三个名字, 李吉道, 我做猎户, 几时能够发迹, 算命到我今年有大财, 却在这里, 华阴县里献出三千罐赏钱, 捕捉他三个贼人, 妥奈使尽那丝, 前日我去他庄上寻矮秋一郎, 他道我来向脚头洗盘, 你原来倒和贼人来往, 银子并书都拿去了, 往华阴县里来出手, 却说庄客王四, 一觉直睡到二更, 方醒觉来, 看见月光微微照在身上, 吃了一惊, 跳江起来, 却见寺边都是松树, 连去腰里摸石, 达伯和书都不见了, 寺下里寻石, 只见空达伯在沙草地上, 王四只管叫苦, 寻思道, 银子不打紧, 这封回书, 却怎生好, 正不知被圣人拿去了, 眉头一纵, 寄上心来, 自道, 若向去庄上, 说脱了回书, 大郎必然焦躁, 定是赶我出去, 不如只说不曾有回书, 那里查照计较定的, 飞也似取路归来庄上, 却毫无更天气, 时尽见王四回来, 问道, 你缘何方才归来, 王四道, 托主人福音, 寨中三个头领, 都不肯放, 留住王四吃了半夜酒, 因此回来迟了, 使尽又问, 曾有回书否, 王四道, 三个头领要写回书, 却是小人道, 三位头领既然准来复习, 何必回书, 小人又有杯酒, 路上恐有些失之脱节, 不是耍出, 使尽听了大喜, 说道, 不枉了诸人叫做赛伯当, 真个了得王四应道, 小人怎敢拆持, 路上不曾住脚, 一直奔回庄上, 使尽道, 既然如此, 教人去县里买些国品, 按酒伺候不绝中秋节制, 时日清明的好, 使尽当日吩咐家中装客, 宰了一枪大烊, 杀了百十个鸡鹅, 准备下酒时炎炎, 看看天色晚来, 怎见的好个中秋, 但见午夜初涨, 黄昏一半, 一轮月挂如影, 冰盘如注, 赏完正一人, 青影十分圆满, 桂花玉土浇心, 莲龙高卷, 金杯瓶圈酒, 欢笑和声瓶, 年年当此节, 鸣鼎熏熏, 莫辞中西尹, 银汉陆华心, 且说邵华山上诸武, 陈打, 杨春三个头领, 吩咐小喽啰手寨诈, 只带三五个作伴, 将了破刀, 各胯口摇刀, 补骑鞍马, 步行下山, 竟来到史家庄上, 石进接着, 各叙礼罢, 请入后园, 庄内已安排夏炎炎, 石进请三位头领商座, 石进对席相陪, 便叫庄客把前后庄门拴了, 一面饮酒, 庄内庄客, 轮流把斩, 一边割羊劝酒, 酒至树碑, 却早东便推进那轮明月, 但见桂花离海窖, 云叶散天驱, 彩霞照万里如荫, 速破应千山似水, 影横旷野, 京独肃之乌鸦, 光射平湖, 照双七之鸿燕, 冰轮斩出三千里, 玉兔平吞四百周, 石进正合三个头领在后园饮酒, 上完中秋, 须说就话心严, 只听得墙外一声喊起, 火把乱鸣, 石进大惊, 跳起身来吩咐, 三位贤又且做, 带我去看喝酒庄客, 不要开门, 多条梯子, 上墙打一看石, 只见是华音县县位在马上, 引着两个都头, 带着三四百士兵, 围住庄院, 石进和三个头领只管叫苦, 外面火把光中, 照见钢叉, 破刀, 五股叉, 刘客柱, 摆得似马林一般, 两个都头口里交道, 不要走了强贼, 不是这伙人来捉石进, 并三个头领, 有分叫, 石进先杀了一两个人, 结识了十数个好汉, 指使天罡地上, 一起相会, 直叫鲁花深处屯兵市, 和叶阴中之战传, 毕竟石进与三个头领怎的脱身, 且听下回分解,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,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,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,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,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, 感激你看完这部影片,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支持这个系列吧,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, 请不要吝啬的,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,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和给我一个大木钩哦,